顺治皇帝 顺治皇帝想必大家都知道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他原本是一个很有思想抱负 本可大有作为的帝王 但是却在年仅24岁的时候就因年早逝 实在是令人惋惜不已 当然 有一些说法是说他并没有死 而是出家为僧就此引进埋名 而事实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皇太极暴病而亡 顺治皇帝六岁的时候就登基做了皇帝 但由于年纪尚小 顺治皇帝在十四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清政 而且在同一年大婚 娶了博尔基吉特氏 并且册封为皇后 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婚礼典礼 清政的顺治帝虽然只有十四岁 但是却展现出了不同反响的魄力 史书上记载说他坐殿上指挥诸家 倘若无人 而且他还肃清了多尔滚的亲信与党 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政权 而顺治帝也真正成为了 大权在握的一国之君 其实顺治是一个历经屠治的好皇帝 他发愤读书 每日处理国事 以至于后来偶血 他经常用之前的 一些有作为的皇帝字免 虚心学习 形成了他自己的 独特的治国思想 由此也看得出来 他确实很想有一番作为 顺治爱好佛教 他在顺治十四年的时候 开始接触佛教 随后便产生了 非常浓厚的兴趣 他多次出入寺庙之中 而且还多次召见和尚进宫 并且对当时的一个和尚 非常崇拜 甚至拜他为师 还举了一个法号 名叫行吃 在此期间 顺治遇上了董厄妃 董厄妃是那大臣厄朔之女 董厄妃在顺治十三年的时候 北侧封为贤妃 但是在过了 仅仅一个多月后 他就被顺治递进封为皇贵妃 这样的晋升速度举是罕见 不久后 顺治帝还为他举办策封典礼 按照皇后的标准大赦天下 这在清朝的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而那时候的顺治才十九岁 董厄妃也只有十八岁 后来 董厄妃生下了顺治的 第四个皇子 顺治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为此欣喜若狂 甚至大有立他为太子的意思 只是不幸的是 这个皇四子 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 非常可惜 顺治为此非常伤心 还为他修建了高规格的陵墓 实属罕见 而且董厄妃一直体弱多病 面对孩子夭折的悲痛 董厄妃更是从此一病不起 不久就相消欲允了 年仅二十二岁 董厄妃是顺治最心爱之人 他的死去 对顺治的打击非常大 这让他一下新生出家的念头 后来经过劝阻 才停止了出家 但是顺治 再也没法打起精神 来治国理政了 而对于顺治 到底是出家了还是死了这个问题 大家普遍认为是死了 顺治当年在董厄妃还没死之前 就自己说 勉强可以活到三十岁 但是在董厄妃死后 他的精神支柱 已经没了 这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 顺治十八年 1661正月初二这天 他在观看吴良府 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 就染上了天花 高烧不止 他自己预感将不久于人世 便召及大臣口述遗诏 也就在当晚 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 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